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美发师》 电影刚开始,两个保安在集装箱内发现了很多的头发 但随后就不再是头发这么简单了 躺在头发里的还有一具无名女尸 然后这件事就交给了警察去调查 画面一转,新的一篇 女主带着朝气蓬勃的心情去理发店工作 但欺人的是,女主已经实习两年了 还是没有转正,一直都是在做打扫和收拾东西的工作 与此同时,警察在查看这具女尸的时候 发现女子的体内全部都是头发,一点内脏都没有 白夜女子的内脏是被贩卖器官的人给带走了 这时站在旁边的班师人眼镜男似乎有些兴奋 就在警察刚检查完后,眼镜男就开始对尸体动手动脚 然后拉开装饰袋,抚摸着女尸重新长出来的头发 到最后还把女尸搬回了家,好生照顾 还真是她妹的变态呀 与此同时,女主的姐姐小太妹因为要外出找男人 所以就将女儿小美放在了女主的家中 刚开始女主还是比较拒绝的 但是当女主看到小美身上的伤口时 突然觉得小美在住在自己的家还是比较好的 而这时的警察也发现了女尸的丢失 当天晚上小太妹来到了女主的家 然后准备带走小美 但是一见面就开始对小美拳打脚踢 还准备拿走女主很多的衣服 就在女主的室友卷发女主指时 女主赶回了家,两人大打一架后 小太妹败胜离开 她似乎依然改变不了那种痞子的脾气 画面一转,因为女尸的头发长得很快 发质又非常的好 于是眼镜男决定将头发剪下来后 卖到理发店 果然当天就卖给了一间理发店的店员小兰 而小兰也在当天就将假发 接到了自己的头发上 第二天,小兰在为客人剪发时 女尸的头发开始疯涨 而小兰被接上去的头发 也钻到了小兰的耳朵里 还见到了女尸被解剖时的画面 而现实中的小兰却将客人杀害后 自己也就自杀了 这件事很快被警察接手 但经过调查后 警察还是一头雾水 画面一转,小兰死掉的事情很快就被眼镜男知道了 眼镜男意识到这是女尸做的 开始变得很是兴奋 于是又开始在大街上搜寻发质特别好的人 无意间就盯上了小美 还顺着小美来到了女主的理发店 当眼镜男看到女主的头发时 眼镜男呆住了 因为女主的头发实在是太漂亮了 于是在当天晚上 眼镜男就给理发店送了一批特别棒的假发 也就是女尸的头发 客人一听是免费的 当下就有客人做了街发 但是当天晚上 假发居然自动开始缠绕着客人的脖子 不仅如此 客人还从眼睛里拉出了一根长发 就连手上的伤口和嘴里也长出了头发 然后头发像蜘蛛网一样 粘在天花板上 将女客人吊在半空中 然后女客人就这么死翘翘了 与此同时 女尸也在疯狂的长头发 但似乎每长一次头发 就会死掉一个人 眼镜男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 依旧我行我素 画面一转 小太妹在诱骗小美为自己开门后 带走了女主很多的东西 而且还将小美带回了家 因为小美不听话 小太妹就把小美关进了壁橱 随之就在这时 小太妹意外带回来的假发 将小太妹和男子杀死 小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就在小美外出查看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快速生长的头发 小美害怕的跑到阳台上 跳了下去 然后就住进了医院 随后警察调查 小美和女客人的案件时 从小美的嘴里得知 小太妹是被头发杀死的 两人惊呆了 瞬间连讲到了那具丢失的尸体 而在检查过DNA后得知 这都属于那具无名女尸 于是两人急忙赶到了女主的理发店 这个时候的理发店 正在为实习生转阵的考试做准备 女主考试时 将自己的模特选了小美 当警察留下店里的人 露口供的时候 其他店员突然想到 这些假发 全部都是由眼镜男提供的 女主想到这里 意识到不妙 急忙骑车回家 而这时的家里 已经被头发包围 头发快速蔓延 很快就将小美和卷发女 给弄晕了 而女主本想救下两人 却被蔓延出来的头发给勒晕 这时眼镜男见女师 快速长头发 意识到女主可能要遇害了 于是急忙赶去帮忙 警察也根据店员的提示 找到了眼镜男的家里 发现了被圈养的女师 这时的眼镜男 将昏迷的女主和小美 带回了自己的房子 发现了警察们 都被头发给缠住了 丧心病狂的眼镜男 开始杀害警察 然后对女主求婚 就在女主感到害怕的时候 利用碎掉的玻璃滑向眼镜男 但眼镜男流出来的 却不是血 而是头发 原来女师的头发 早已占据了眼镜男的身体 就在眼镜男剪头发的时候 头发里居然流出了血 女师也有了感应 做了起来 然后开始对眼镜男动手 到最后眼镜男准备 追逐逃跑的女主和小美时 女师出手将眼镜男杀死 然后女师慢慢躺下 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看来是女师因为生前 被陌生人摘掉了器官 然后在体内塞满头发 所以死前有怨恨 才将怨念寄存在了那些头发上 看完这部电影后 各位小仙女 你还敢乱揭发吗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公众号